大家好 自从夏天到现在 基本每天都会有朋友问到这个问题的 就是关于这个夏山庄的这个芽 白天会垂下去 一到晚上呢 它又会恢复过来 是什么原因的 这个就像我面前这一棵也是一样 大家看一下 经过这一天了 它这个芽就会淹下去了 等到晚上我们浇水之后呢 明天它就会恢复健康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原因呢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棵桩 它的根还没有长好 也就是还没有完全成活 在以前我的视频里面 我也经常会说到 夏山庄完全成活的两个最低标准 一个就是新长的这条木枝花 第二个就是新长的这条二次发芽 我刚才看了一下我这棵桩 这一棵呢是枝子花 整一棵树呢 都没有发现这个芽有木枝花的这个情况 就像这些芽比较长了 上面是绿色的 到下面呢也是比较绿的 还准备开始变颜色了 但是还是比较绿的 也就是还没有完全木枝花 所以这种桌呢就是还没有完全成活 要怎么处理这种桌呢 我们就是正常养护就可以了 你放到那种散光的地方或者像我这样 顶上有这个遮阳盆的地方 给它遮一遮阳 或者是放到那个散光 早晚有这个散射光能照到的地方 慢慢养就可以了 等到它这个枝条木枝花了 或者是枝条二次发芽了 这个根长好了 它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有这种问题的 做呢我们白天 如果天气特别热呢 中午最好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它这个头立得特别厉害 叶子腌得特别厉害的话 要及时给它补水 甚至呢 如果是特别热的话 还是要给它搬到那个阴棉的地方 去养一段时间 慢慢养 等到它真正的这个成活之后呢 它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这个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 我给大家看一下 真正的这个成活的状是什么状态 我这一棵呢 也是一棵枝子花 也是养不久的 这一棵呢 可以说是 已经是真正成活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枝条 上面的这个枝条呢 还是很绿色的 越到下面 它这个颜色呢 就比较深了 就和这个老枝条的 就比较相似了 所以像这种枝条呢 基本就是木枝化了 也就是基本能达到这个成活的 最低标准了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二次发芽的 大家看一下这条枝条 有好多条芽了 这边这条也有 这边的也有 这些枝条呢 基本都有二次发芽的 所以像这一棵桩呢 我们就可以说它已经是成活的了 所以大家呢 在养这个下山桩的时候 不要那么急 好多朋友呢 不懂这些 把发芽就当成活了 其实真正成活 一定要 我刚才说到的那连点 而且这连点呢 它是最低的一个标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 希望大家分享到这里 好热 我站在这里都满身是汗了 我是乐哥 关注我 我们一起斜盆景 拜拜